3,2,1,踩完 不用拖動了 不用 哇,馬來西亞到底搞什麼 駕車駕到這樣 高一點而已 YO,大家好,又是Adrian 不是一個測評,只是POV 今天我身後面有一輛Car Carnival 好,這次的影片非常感謝 Wallace還有Horace兩兄弟借我這輛車 Car Carnival OK,首先我把它先開始給你們看一下 所以這位就是準車主 Horace你好 現在非常感謝你這次借我這輛車 可以試駕一下 我們來灑一下 好,Aircon就是 Rail也要ON 然後這個是Front這邊 OK,所以這輛車的這個是一個7 1,2,3,4,5,6,7,8 8人座的車模 應該是這樣子講 然後我去後面看一下這個後排空間是怎樣 所以這輛車是EX的版本 所以它就有兩個電動門 那比如說我要開這邊 就可以開後面 然後 Power Boot也是可以自己裝 EX沒有給啦 這個是自己裝的 按兩次 好,按兩次 後面就開了 好,我去後面看一下 所以這輛車是一個空間大網 如果你是真正看照片的話 這輛車的size好像不會很大輛一樣 那其實實際上這輛車 肉眼看下去,真的是很大輛 其實它的長度跟Star Rex差不多 Star Rex也許會長一點 但是這輛車會看得寬一點 因為它矮嘛 所以車主是因為有很多孩子的關係 它會把這個car seat已經放過來後面了 所以這裡是 你可以看到懸空的 這邊是 你可以把椅子收到裡面這邊 它可以完成整個坦平的這個狀態 Power Boot 這是自己裝的 因為EX的版本 是沒有配備的這個 Power Boot的這個功能 這輛車中間也是有一個seat的 也是有一個座椅的 但是現在因為拆掉了 我來坐一下後面的感受 因為這輛車我是在韓國有坐過啦 韓國做過Star Rex也好 也是有做過Carnival的人 但是在韓國的話 我是全程都是有做 一直坐到最後面這一排 感受其實是不錯的 蠻舒服的 也不需要空間不足啊 還是怎麼樣 那因為車主把這裡的拆掉 一分鐘的時間 把我拆掉 所以你看我也可以做到這樣子 腳伸直一點 走長途不是問題 嗨 Wallace 你好 Model 說真的這輛車很近耶 哦 很近耶 因為 裡面大致上是 感覺不到它是Desert 就好像普通的Betro車這樣 甚至比一些車的carp soul proof還好 講真的 我在後面的話啊 通常我們Desert車後面是很臭嘛 對不對 但這輛車ok哦 所以它是有自己的獨立冷氣啦 在後面啊 可以這裡 後面這裡調 如果你不要小孩子去動你的冷氣 你可以這裡有一個real lock 把它那個後面的那個aircon 鎖起來啦 就是後面是調不到啦 OK 它有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Auto Release Auto Release 只要你放到D它就自己 對 也是Auto Press的 只要你一關車它就會自動ON了 OK 3CT Camera也是你自己裝的啦 對 1000塊 哇很便利啊現在的東西 然後用有人裝長機都可以 只要你打signal的話 就 有這個camera在開著了 OK 它首先給我的感覺就是 根本呢 如果因為它的價錢啊 其實講真的還 貴過你買那個叫什麼 Star X嘛對不對 Star X啊 我朋友買好像是最low spec 那個是150千萬 買到 所以 但是價錢完全不一樣的感覺了 就是 你發現到這個車的quality 好一點 尤其是你看這個dashboard 第一個dashboard 內飾 好 我們來講一下啊 啊 首先問一下Horys啊 為什麼會選擇 這輛車有兩個spec 一個是SX 一個是EX EX 我這輛是low spec 所以沒有autocook 沒有electronics head 沒有 一些 anti collision sensor 之類的東西 所以就 便宜一個30千這樣子啦 相差大概28千 然後 然後 當時只有low spec 有貨 所以我就拿了low spec 然後 年尾車再扣多10千 所以 ONDOROT到來162 163 就是 整起來講還是貴過Star X就對了啦 啊 貴個10千啦 最少貴個10千 這樣為什麼沒有考慮到Star X 因為你講你的孩子很多嗎 因為Star X 講真的 它的椅子薄 做起來有比較van的感覺 沒有MPV的感覺 加上它的位置之間很窄 因為它後面是11個人的 它不是8個人的 它位置很窄 啊 Cargo space也是很窄 所以 完全不在考慮範圍 加上 沒有力 對我來講啦 啊 這樣子是 你這款是2019年的款 所以是 在2018年年尾買的啦 對 所以到時候Kia沒有講很 講很大聲 就是這樣它偷偷 偷偷啦 沒有講很多消息啦 Launch這個款 因為之前是680的 你這一款就開始改 改 880 所以是巴杜亞的意思啦 對 馬力還是相差了一點點啦 舊的那一個 那一代也是2.2D 然後它是 190PS 這個是200PS了 然後Nm之前是440 然後這個440E 還有這個Auntie 就提升了一點 我很喜歡這個Ladder 其實講真的 這個Ladder滑滑那種 然後30千 就是 high spec跟這個 貴了一個30千嘛 就是有一個LED頭燈咯 多了一個皮的 椅子 然後兩邊都是電動椅 然後 後面有power boot 這樣standard來講 呃 兩個 兩個 哎呀 吼 踩油 這個油門是我平常駕PETRO車 踩的油門嘛 你看這輛車 已經給到你這樣了 基本上咧 兩車在你超過60-70了 過後 它的加速能力會比一般的 2000CC以上的PETRO車 還有力啦 所以等級上可以試一試 然後160-172 它的力度都還是很夠 這條路好像有點難完成 160-174 你可以試一下差不多100過完 它 so far是高車 但是它是5分的 OK啊 so far它是 OK 首先呢 講一下我駕的STARREX的體驗啊 跟這個啦 STARREX的感覺 steering就是死位很多啦 所以這輛車的死位 它也是偏舒服的啦 steering 但是它死位就沒有像那個 STARREX像 而是它的steering又 不會講很輕 也不會講很重 剛剛好 這個是我們男人喜歡的 油門呢 就感覺到 我不知道為什麼啦 你這輛車的油門會 比較direct一點喔 可能牙箱的關係啦 因為STARREX 580嘛 你這個880 RESPON也是你的RESPON快一點喔 嗯 就好像之前我跟你提過喔 這個牙油可能 有換錯的可能性 所以它目前是已經 有一點Delay了 如果 之前是用回正常的牙油的話 它的 應該會更快RESPON 但是OK喔 我覺得喔 880喔 現在是走著第7囉 80 它是寫第7 我可以進到第8了 80的時候 你看它的專速才有多少 一千五都不到 一千 一千三 一千四 一千四 OK 剛剛講到一半喔 什麼三十千 貴一個 皮的椅子 後面的包圍沒有了喔 就precollision那些就沒有了喔 對 所以就全部花錢自己張回咯 那些需要的東西就張回咯 PE我不喜歡就沒有張咯 怎麼你也不喜歡PE啦 所以Private 6是真的很好做的啦 確實 PE是看起來比較高級 對 這是真的沒有錯的 OK 現在我走到1百 1百 1十五 算數都還不到兩千 所以這輛車走唐突的話 它有一流 應該是 OK HORUS 這輛車 你打滿是講 它的數據是80L 但是你是打65的話 平均走多遠啊 你剛剛講的 65L 每一次我打都是65L啦 如果是長途的話 大約是在950km 每一桶油 如果是跑四驅 就是我平時塞車去上班 下班嘛 了啦 福利四驅 就大概是在750km左右 所以它1L可以跑一個 112km 那兩輛車 算是很省油的 這輛車省油比較緊 然後它 我們是比較建議打EUR5啦 其實 就是很多 不要講車主啦 就是 我們馬來西亞有講過了嘛 就是要全部EUR5到完嘛 但是暫時還沒有看到 在上個星期是剛好 是講 全馬都必須要有EUR5的 那個低色打 然後 然後 這輛車也是可以打 普通的低色 但是就 可能沒有這麼有力 或者是 會有一些效果 不過我打過幾桶 因為那些地方沒有嘛 所以都沒有什麼感受了 就OK了 就這樣子跑了 歷水會不會有一點不一樣 EUR5跟EUR2 會不會有一點差別 就是我們打95跟97的分別一樣 大概會有少一個5-10% 會有一點feel 會有一點feel 這輛車有哪個上雲丁買的 我本身是 有 有上過 通常它是在3號牙左右 然後 我是載滿 全部小孩啦 4個小孩加我自己 再加一點興味這樣 我相信這輛車是沒有問題的 2.2低色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當然還會 百四百八都 可以繼續跑 還可以繼續上山 我發現你這個牙箱真的很不錯耶 我一退牙沒有感覺了 它就有一點給你ref-mesh這樣子喔 很細 很細 真的 換你還沒有感覺 而且 因為它的密度 它的ratio多了嘛 我喜歡那種感覺 真的很有O.C.車的感覺 比較墨圖 美國車比較rough的感覺 Rough 嗯 不容想講 就是因為你喜歡 所以你這輛車買到現在幾多久了嗎 嗯 兩年半左右 已經兩年半了嗎 嗯 So far有遇到什麼問題嗎 這輛車 嗯 有試過有一個問題 是Speed Sensor Speed Sensor Speed Sensor是因為 寄水大概一輛車這樣 然後我就認為自己車很高很厲害 我就踩大油繼續沖這過去 然後那個水就沖去Speed Sensor那邊 弄壞了Speed Sensor 啊 So far是110塊就解決了這個問題啊 這樣便宜的事情啊 啊 Speed Sensor Speed Sensor就110塊了 OK 就這樣子罷了 啊 就這兩年半來 三十多千馬列 就這一個問題罷了 其他什麼問題都沒有試過 頭痛的問題也沒有 省油又省油 所以 其實有這輛車 這輛車買到現在你有什麼 OK 優點我們就不講咯 因為優點你才買這輛車的嘛 那缺點的話 你會覺得這輛車有什麼需要改進的嗎 有啊 最主要的是我覺得它的 高科技感 因為Kia一下給人的高科技感 都是比較好的 它用的Speed Sensor是比較高的 比如說以前的Portet 很快就有當時最好的牙箱 很快就有很多 六粒拉巴去拉巴 當時的Portet OK 到這一輛啊 它給的東西就比較中庸一點 沒有什麼特別感 所以 它有這個危險 所以現在這個新款的呢 就外國出 2020年出了 馬來西亞也會在2021年年尾出 就完全改進了這樣的問題 倒是會很high spec 會很多科技會在裡面 期待它新款 因為新款的看起來不用 哇這個更危險 哇馬來西亞到底搞什麼 駕車駕到這樣嗎 馬來西亞不咧 哇你看Dissert Power 哇我喜歡這種感覺真的 Dissert的魅力 所以現在的Carnival不像以前的 如果我 因為我駕過以前的Carnival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以前它出2.5V6那種 叫Nazaria Nazaria 但是它 我有駕過舊一代的 就是還沒有這樣 before Naza的 真的是Kia來的 就是很沒有力的 整個感覺就是給我 又奔中 然後它又真的是很MPV 所以你這一代的話 就有感覺到Cross的感覺 Cross MPV 不會很高 不像Velfire這樣 然後最新款的是更像什麼呢 更像SUV哦 對 它的Carnman很霸道 有Auto hold嗎 這樣子 Auto hold其實有了 只是我沒有開 所以我就是 N它不會有Auto hold哦 要放D 剛剛一個Auto hold在這邊出現 那有Auto hold啊 那我就有了 所以我是要踩著 OK 清燈 這D才會有了 沒有Fully break 老實講我買車到現在沒有用過 你研究一下 我也是不喜歡用的 還有什麼Active Eco啊 Eco mode 就它會更省油一點 但是力度會有差 所以我也是沒有用過 因為它已經夠省油了 對我來講就這樣 空間 放電話 這裡又可以放電話 這裡也可以放電話 這裡也可以放電話 HIGH SPAC還有一個 這邊有Wireless Chargers 就是直接放它起來 直接Charge Auto hold沒有用的東西 你關掉 它一直卡著卡著我不喜歡這樣 感覺 你Parking的時候你就不好用了 好了 我明明還沒有要停這個 Dashboard Soft Touch 整架車都是旁邊門圈 然後那些Carbon 全部都是遠角的 很好啊 只是講真的 這輛車 不會講很 怎樣講啊 Quality 不是就是Quality不啦 那個Dashboard 它做到很好 很Solid 整架車都很Solid 兩年半也沒有什麼異想的聲音 在車上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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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討厭的車子就是 舊了啊 過後就 那個聲音不能拿來 哦 不要講你拆過啦 拆過不要講啦 其實這輛車拆過很多次了 因為 我都裝過很多東西 哦 裝過了 又這麼大 又可以放到一個T-shirt box 不止啦 還有Wet T-shirt啊 紅包啊 誒 sorry 我喜歡它是Signal還是寶石在右邊啊 因為我不懂 駕過哪一個Car了啊 好像是Optima GT啊 Signal是左邊的咧 是啊 Car也是Car嗎 OK 不知道為什麼啦 這個就 左右 這個放在U啦 完全沒有問題啊 這樣車 過一下 你是OK啦 舒服啦 來好了 很近一下嘛 我剛剛走120 這樣子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什麼講風聲很大啦 胎照也OK 因為你這個是18寸 你買High spec的話 就給19 對 然後到現在其實前面輪胎 就是你還聽到那台照 然後都還是原裝的輪胎來的 原廠給 原廠給 什麼brand啊原廠給 Kumho 哦也是Kumho Kumho Premium Premium不懂什麼 KSUV用的 哦那個感覺 鐵背感 不知道為什麼給 給到一種鐵背感的感覺啊 Diesel 順著去也好 它一陣子 你會感覺那個力度在push著你去啊 對啊 尤其是以它2200多公斤來講 哦是嗎 2.2噸 哦 呃 在1700鑽爆發出來啦 到2700多鑽 所以就是講 過了3000鑽這輛車已經是 滴水就是盡了的 你再去到4000鑽也是沒有用了 這輛車 對 只是speed越來越高了 啊speed越來越高 所以你上雲頂應該是2000到3000鑽夠了 夠用了這樣 夠了 全部都夠了 都還可以上到4、5號鑽 3號鑽 2號鑽 1號鑽基本上是沒有用過的 因為我們去冰城的話一定會經過那個叫什麼 啊 不可以加拉棒 加拉棒 不可以加拉棒 那個山區的 哦那個山 我之前叫starrex也是一流哦 9個人這樣子上 但是它是5-speed auto啦 你這個是8-speed的話會 嗯 基本上咧這個其實 其實我們的小孩都有做過Wheel Fire啊 做過其他的款的MPD啊 啊 Sirena 比如說 啊 基本上我的小孩咧 一跑長途咧 就 Wheel Fire啦 2.4那一款啦 Alfred 2.4那一款 嗯 它做第三排 大概做個100km它就途了 所以做這一輛車咧 就跟我跑30%km 還沒有途過啦 暫時 看電話駕車 對 還要拿到成功 是啦 但是它是寫Active Eco哦 我就是講你要滴水的話 它又會開滴水給你啊 嗯 要踩生油了應該還是 Active 大致上我記得它有一點沒有力 我就放棄了 哼 啊我這樣踩 如果沒有開Eco的話 這個滴水應該是 嗯 會去好了 現在好像 我現在踩的應該 40%的 30-40%油門 啊 就是順順駕咧 OK 聽不順了也是要關掉了 一關了就那個 力就來了 所以如果想買MPV的朋友們 又不想駕Van車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這個 啊還有一點 Esteema Esteema的Recon Esteema的Recon 應該也是差不多這個價錢 哦 Esteema Recon 沒有Fire Recon 如果你要這樣價錢 大概160多錢咧 你大概就要買一個 七八年車了 六七年車 七八年的Recon 車了 就旧車了 然後Varanty沒有啦 這個有五年的Varanty 五年的Service Package 就是8萬的Level and Part 這裡沒有車的時候啊 這裡有一個鏡子哦 啊 Passenter 這裡有一個 遮陽板 那是可以拉出來的 哦 可以拉出來 那是可以夠 上斜坡的0100 一點點稍微上斜坡啦 OK 加油 怎麼加油 這輛車沒有問題吧 應該沒有問題啦 不用擔心 OK來 3 2 1 踩完 Wheel Spin了 那一顆就Wheel Spin了 對 4000轉開始沒有力了 其實 因為它真的是 Maximum是到 100 它是2750轉吧 如果沒有錯的話 它是1,700到2,700左右 2,700左右啦 會全力HP出往來 好像是啦 Nm也是 由於我是怕放版權啦 隨著我放 我稍微放一點點啦 因為剛剛你在Play這個一點 OK哦 有一個Bass哦 有Subwoofer啊 其實沒有Subwoofer的 它是靠密Bass才打罵了 但是 它在Play一些 比較好像R&B的歌啊 它的Bass會很出來的 不錯 要有輕微的Bass 它有 要有音它不會很輕 但是 夠你聽啦 就這樣啦 其實外國版本是用Boss 原裝Boss的 Boss 哦難怪是這樣子 這馬來西亞 就被它剪掉了 不懂換成什麼牌子了啦 不過它的音響 加過Starrex還講 音響中的Starrex真的是不能 真的不能 真的不能 就聽不出那個音質 真的聽不出 你就好像在兩粒喇叭 那種可以聽就是了 哦 現在不透了 聽不出有被一些也沒有什麼 這個就有OK哦 我聽到 它在處理那些可可洞洞的話 也處理得相當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啦 韓國車對韓國車啦 我一直拿Starrex來 這輛車在我心目中啦 就是Starrex是對手的 就是對手 它在韓國本身啦 它是完勝Starrex了它的銷量 Auto hold要把那個brake踩深一點 它就會Active 了 so far是這樣啦 後面 Hi Hello 真舒服 看了 還是舊款啦 整個車廂 就等新款啦 新款會很Luxually 非常Luxually Pilot 6什麼都騎 價錢的話不懂會怎樣 應該會騎一個$10,000左右 再$100,000左右 OK啦Deezer我個人是很喜歡的 不容看你們的想法是怎樣啦 我是覺得 Maintainance肯定是高一點 欸 我老 看他們都大咧 Auntie對Auntie 沒有辦法 不好意思啊 有時候我不是在講 鄙視女人還是什麼啦 不可否認女 女人價值也是也可以很厲害的 只是講 呵呵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覺得 女人價值就是 會反應慢我們男人半排的可能 有時候駕車的話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們有沒有看過這樣子駕車 兩隻手 一個不小心你這樣一轉 就整個車撞旁邊去好了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誰教他們手是這樣子的 有些男人我有看過是這樣子駕車 不可以的 最好的是這樣子 不然的話你一隻手指這樣子放也好過 一邊手指抓著下面一個上面也好過你這樣子 整個拉下去 OK 好啦這次的駕駛體驗的話 就到這邊拉也感謝 Walrus還有Horrus兩兄弟 這次的接車拉 所以車主是Horrus 啊Horrus當然拉 因為是 OK 好啦那這次的POV駕駛影片就到此結束 好 自然你放P的話就會了嗎 你放P它是沒有的 但是你一關車它就會自動的 OK 然後只要你一踩油它就Auto release OK明白 所以你不用特地去按它了 謝謝你 謝謝 嗯 我就駕車看看這邊 Vichelin Pilot Sport 啊 那你放在哪個地方 哦我Pilot Sport 4 SUV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啦 啊價錢會比Pilot Sport 4 你放Pilot一個580左右 Vichelin Pilot Sport Vichelin Pilot Sport 喂當然啊 近了這個 OK前面後面有Disk Brake啊 OK這是渡過來了啊 這個 這個車還沒有換啊 這個前面還很多 所以還沒換 OKOK 前驅啊是這個車 可以 哎呦這個SATX是原本就有了 我自己轉的 哦 是前頭咯 千霸 可以了 本期試駕 就到這邊 喜歡PoV的朋友們 記得按贊訂閱分享 打開小鈴鐺 我們下一期再見 Bye